大家好,我是Alex, 今日来到瑶宗移民化馆拍花, 每逢春天, 瑶宗移民化馆在美孚, 楼下美孚天桥亦是红面, 差不多时间有时可以拍完红面上来拍花, 这裡有何花多呢?主要是公粉羊蹄甲, 公粉羊蹄甲看上去很像羊子经, 大家可以上网找资料, 花饭方面有少少不同, 还有羊子经与公粉羊蹄甲开花期都不同, 羊子经会早些, 今次来这裡拍我主要是带定焦200mm镜头, 往时我多数拿一支MENOTA25尼波镜, 散景几美,又是起轻轻轻, 今次我拿个200mm的二缸圈, 看它是大炮,二缸它的散景都非常漂亮, 讲开大缸长镜, 除了影雀仔,400.8,604这些, 相对镜头焦距和缸圈的比例, 大缸就叫做, 四缸不是很大,但600mm, 你这样算就会知道, 200mm二缸圈的实用价值, 在现今现在这个年代有没有用呢, 其实我觉得就看你的用途, 一般朋友可能说, 我有一支70-200mm四缸圈小小白, 或70-2.8缸圈小白, 2.8和四缸圈其实都很漂亮, 差点很漂亮, 其实你无比较就不知, 如果平时你拿一支70-2.8四缸圈, 开尽四缸圈拍200mm镜, 几漂亮, 但当你有一支70-2.8拍同一个景, 开尽2.8拍, 你会發觉2.8和4都差很远的散景, 即如果你不比较, 拿个四缸圈看都漂亮, 但有个2.8更漂亮, 那二缸圈又怎样呢, 更加夸张, 因为二百二缸圈的背景化得很柔和, 很朦胧,出来的效果很好看, 并且这个镜头的解像度非常高, 质素很高, 如果跟现在我用RF70-2.8四, 70-2.8再跟这支比, 我觉得这支完全超斑, 无论它变形,边角的解像度, 它的边角是很sharp, 就算我用RF70-2.8拍尽光圈, 边角都是差一点点, 中间相对比较好, 但边角差一点, 这支镜头中间是sharp炮炸, 边角都非常锐利, 兼且没有什么暗局, 还有变形很少, 当你不用镜头矫正时, 你發觉它的变形很少, 几乎直不离, 但缺点当然有, 就是重, 这支镜头大约是2.5kilo左右, 以今时今日来说, 2.5kilo就是很重, 为何呢, 因为我平时用开, 无论我是Sony或Canon, 2,600四光圈都是3kilo左右, 4002.8那麽大支都是3kilo左右, 但这个2.5kilo, 兼且体积相对是小的, 400和600很大支, 那麽小的体积有2.5kilo, 你觉得好像有些金砖,很扎实, 如果讲400和600那些, 相对体积比较大, 你当它好像拿了一包米, 虽然5kilo假设, 但它的重量平均分配, 你觉得不会坠在一边, 这个2.5kilo就坠在中间, 好像开罐头或压铃, 觉得相对比较重, 所以拿的时候也有技巧, 当然大家说, 你有强劲的臂弯就无问题, 但长期这样铸, 举压铃你都会手震, 所以平时不拍的时候, 即是在找景时, 我就会拿个带背着两个手放松一下, 但拍的时候有些不同, B7-128因为镜头不太重, 我们这样,这样,很轻松, 但这支镜头握得久, 便会手赞牙镜,因为重, 我就会真是拿手腕托着胸口,顶住, 还有姿势,因为镜头真是重, 如果你这样握住, 就算你的手顶得住, 你的腰的承托都很大, 会很遮住, 握住可能腰疲累, 我们都会前后脚, 这样偷住,这样去拍, 稳定些,向上就这样, 但拍完之后,记住,放下, 可以拍出来,影像会清晰些, 今天我都会在这些花都不错, 都会拍下, 尽量用耳光圈的散景给大家看下, 我现在看照片吧! 刚才也说过,因为镜头比较重, 所以我们手持的时候都要留意一下姿势, 这些镜头的光圈虽然只是2, 但200M来说,2光圈就非常大的, 所以景深也非常浅, 因为我是手持影的, 所以不能按摩扣扣图, 我只可以两个手握着相机, 然后在Founder看, 而对焦点,因为景深那么浅, 我就选了一点加负助点, 有时甚至只选一点对焦, 这样对焦点才准确, 在控制改变对焦点, 我主要是用了机背的Joystick, 我觉得比起萤幕改变对焦点方便得多, 因为Joystick有时可以左右上下, 一下一下地推, 而它萤幕方面就比较难控制, 最主要就是我两只手都托了这么重的镜头, 而我用手指弓去用一个实体的Joystick, 总是方便于平面的萤幕, 而镜头本身的防手震, 再配合机身的防手震, 对今次的影响非常有帮助, 虽然我觉得自己手持影响时尚算稳定, 但长时间拍摄总是有点震动, 如果没有防手震的帮助, 相片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清晰, 本来打算是来拍公粉羊体夹的, 但拍下拍下, 我发觉那些热度娟更吸引我, 原因就是色彩丰富。 当然拍热度娟, 大家都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, 就是拍出来很多时候那些热度娟都是爆了, 红色完全化了,看不清楚, 但拍照的时候看上去又好像不是这样, 那什么原因呢? 其实那些热度娟色彩非常丰富, 主要都是偏红色, 如果相机是较自动白平衡的话, 很多时候相机就会以为, 现场环境是偏红的, 所以会调整个色温, 那如果预夹又是绿背景, 再加红花呢, 那就真是乱了, 所以就建议大家就不要做自动白平衡, 最好就设定日光啦, 做相机的时候, 只要在lightroom秀微调调就可以了, 另外有些朋友也都喜欢, 将相机设定不同的摄影风格, 例如鲜艳, 或者风景等等, 这些的调教都会影响到红色会爆, 所以建议也可以关掉它。 这支220mm镜头, 最近对焦距离是1.9米, 影花来说不算近, 很多时候我走得太前, 对不到焦, 要退后一些对焦拍照相机, 基本上就不太适合影花, 但因为我想影一个浅景深效果, 所以這次就用來試一試 其實影花未必用白眉 先前我也試過用 Sony 配合 size 的 Batis 40mm 這些鏡頭可以很近距離拍照 雖然未至於微距鏡級數 但出來的效果都不錯 因為焦距不是太長 背景也清晰少少 也可以看到更多的背景 另外 Canon R5 我也試過用 35mm 1.8 鏡頭拍 這支鏡頭有 2-1 微距 雖然我都不是用到微距的段數 但拍出來的效果也非常滿意 所以大家可以在多方面嘗試 另外有些朋友可能會有疑問 鳳Sir 你說鏡頭這麼重 拿得這麼辛苦又要遷就 又要有技巧 為何要錄三腳架或錄單腳架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個場地是不給我腳架拍照的 所以我才用手持 不然用三腳架或單腳架拍照 便輕鬆得多 今次就講到這裡 遲些再和大家分享 歡迎留言給like和share 拜拜 拜拜 歡迎各位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需要按訂閱和按小鈴圖按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載的通知 最後記得給like我們 多謝各位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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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翻唱給你的 按鈴圖 為何要錄到這次 我們會不會做的 為何要錄到這次 為何要錄到這次 按鈴圖